交流已突破障碍,而日益密切频繁,相信戏民们都还记忆犹新,从今年的四月份起,北京京剧团,湖北汉剧团,四川川剧院到中国京剧院,这些大陆一流表演的团体都相继来台,可真是名家齐聚,各自展露了男主的绝魂好戏,以精湛的演出,博得了观众热烈的回响,更为台湾沉寂已久的传统剧场, 带来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活力,这可说是跨出了海峡两岸文化交流重要的一大步,有鉴于此呢,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,为了推广国剧,提升两岸艺人表演的成就,特别邀请了李维康、耿其昌夫妇来台主演,并由大鹏国剧团支援华士吸取精华,节目也为您做了全程的录影, 转播这次精彩的演出,在今天节目中呢,将为您首先播出,由李维康夫妇联合演出的四郎探幕, 这队都是1947年出生的北京的道地金片子,又是中国戏曲学校的同企同学,都受过严格的戏剧教育, 尤其两位本来条件就很好,默契呢,合作之好,真可说是株莲闭合完美无缺的搭配,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观赏他们精彩的演出。 演出的演出 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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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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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